对吧 那你外线的压力马上就小 对吧 你外线防守上去的话 阿联再篮一下 你可以随便上篮吗 没那么容易 外线防守信心也起来了 没错 阿联再跟不再 这个差距真的还是很大的 是 当然杜公主导用他的特殊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看一开始 第四节当比赛开始的时候 直接就是 偷了一个 偷了一个快攻 而且偷完之后直接形成快攻 但是小虎也要注意自己的犯规 保持实力 目前的现在还好 一共是四次犯规 给保罗 这球周鹏的防守比较干净 这球赵瑞的篮板球够快 直接躲下来 直接穿篮下 机会来 这个球赵瑞传的太棒了 他的落点 等于说你看到几乎要断到 但是你就差那么一点点 像排击炮一样 就掉过去了 是 王无前的真的是不一一力 保罗 可以 保罗连续两次直过于外线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蓝色伯格 没错 因为他空的时间比较长了 带顺瞎 带开了一个之后 造犯规并且打进 胡明轩 胡明轩这球打得非常的坚决 因为防他的 陈帅鹏的犯规次数 嗯 所以这下呢一举两得 陈帅鹏感应是 是 那这样一来呢 现在无前有四番 陈帅鹏有四番 卢文博五番 都是主要的球员 来了 来了 这确实呢 保罗今天应该说 他上来打的还是不错 破坏力非常强 是 但是现在呢 我认为要给无前减轻压力的话呢 蓝色伯格是更加有效的一个人选 没错 因为他可以持球 无前可以去做一些无球的进攻 没错 无球现在看起来 无前的威胁更大 确实大家都知道无球进攻 以前 我们说最早以前 就是雷吉里勒 嗯 Lich Hamilton 对吧 到后来的Ellen 嗯 到现在的克莱 克莱 克莱 其实往往无球跑动啊 他可以形成一种威胁 是 就算无前不接球 他无球跑都可以 只要拉出来 把队友的机会跑出来 嗯 因为他太准了嘛 是 你防他必须特殊防守 嗯 第四节到现在6比0 这张队 哎 这状态的确让大家稍微单君一点 哎 这球我哪给啊 这给苏伟就太难为他了 你给谁都太难为他了 看无前 再自己来 哎 这下运气不太好 苏伟拼回来篮板 哎 但这种球无前他肯定处理 嗯 任俊飞 在外线很果断 看谁能更硬一点啊 看谁能够有命中率 哎 看看这个人 没能行中反超 速度都很快 哇 成帅 成帅 这球就真的 你自己要控制自己 不犯规了 因为这球怎么说呢 机会不大 是 概率不大 当然你说你要去争取一个篮板球 没有问题 但是在机会不大情况下 你自己犯规速度有那么多 你就不应该去下手了 是 而且要挑人 你挑人就飞在手上 就这么做 对 包括他的习惯等等 他高举高打的 他球不拿下来的 是 那这样一来直接成帅篷 发下 威姆斯 打上队直接一飘起来 这个空中的制衡能力太强了 后场现在呢 这张队遇到一个问题了 谈认一下 打下 16分 张忽和电线之后 自己来 先自己解决再去 让他上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无前被看死的情况下 他这一点进攻 一定要能够打开局面 是 再冲击篮 恩锦菲 打篮下 出炼 郭敬菲打球就是自己的节奏 你再怎么快 再怎么乱 对他不会有太大影响 是 再冲起来 蓝泽伯格连续两次打击 黄敬菲又杀回来了 反应比较快 而且造成犯规 谁 张大宇 张大宇应该 还好 冲敬菲打得特别有决心 这一段蓝泽伯格换上来以后 这个作用还是有 是吧 一下子无前就没有太大压力了 他能够连去得分 但是得分以后的退防 广东队现在打击反击 是真的不啰嗦 张大宇的换下 并不是因为他的犯规数 因为现在张大宇在场上的防守 有点跟不住 是 一把 借地领先优势的时候 是朱续航跟刘泽义的内线组合 第三节 比赛的时候 就是包括第一节的时候 张大宇其实三半场都没用 所以现在刘欧威指导还是用回了 就是说他所谓的这个小个子 死亡无小 看看效果怎么样 但是死亡无小在第二节的后半段 被广东队禁区里面是大梦 跳起来传了 兰斯伯格犹豫了 打到不行了再来传球 不错 就是这个问题 周鹏 这个时候周鹏选择直接来传了 没和兰斯伯格对抗 叫暂停 叫暂停 这个刹车要踩 周鹏也很聪明 因为这球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直接赢上 而且赢上去进攻 不好说什么结果了 就没准撞人了 他这球肯定一看站好位置的防守人 他不上了 全球他减速 也是在这个暂停时间 共同来看一下 本场到目前为止最佳时刻 当然今天是有可能 在后面再出一个最佳时刻了 到目前为止这个扣篮确实是最漂亮 如果拿扣篮角度来说这是最漂亮 但是一会儿呢 因为今天的比赛本来就悬念丛生 大的小的分不清楚的 你谁帮谁不行的 你谁帮谁不行的 这边赢了 防守 还是强调防守 嗯 我目前这一段呢 确实 被广东队的赢加防守啊 造成他的这个命运率下降 是 也出现了全球失误 还有就是要谈到就是蓝自宫格的问题 嗯 蓝自宫格你上来的话解决 两次进攻问题没问题 接下来 你还是不光是自己进攻 你还得去带动 嗯 你不能够变成是一个人的战斗 是 那你命运率会下来 没错 而且你的命运率下来的话 你的处理机会不对 或者是犯错的时候 广东队抓住机会就打几分 嗯 吴谦又进一球 吴谦分出来 来看看底角打进 吴谦这球打得特别的棒 是 很冷静啊 你说这空间他能上吗 他也能上 但是呢这球他看到陆伦伯的机会 吴谦是这个连贯 所以对于他下手 如果提前下的话 其实要很细心抓住这个点 刚才差点二加一 陆伯伯 因为陆伯的犯规也不少 也是临界点 陆伯伯 没有机会 所以我就说浙江队年轻拳的犯规的控制 嗯 对吧 因为不是说你一棍子就能够打死对手 是 你很能较劲到最后 那你如果你不能够留在场上的话 有劲使不出来 嗯 再来回看一下 小的好 林伯 第二拔中 还是五分的拔中 一 一 一 二 这时候停球 这时候怎么停了 两个人脱节了 兰伯伯 那这一下冲起来 哎呦 这球刚好也不冷静了 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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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王导说这算可把冲动区 但是因为这球两个人的这个传球球员 洪一轩跟他两个人的位子 这个比较接近 比如说在同一个位子上 这球 这球站的是很稳 再来看一下 哦 他退了一步 但是他脚尖好像抬起来 嗯 位置是没问题的 嗯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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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一 poorly 呢 下车 给他 太为了 是 是 啊 很赌 啊 啊 最近 他就最诚谈了 我们在上前 一期 或者说了 你对他们的 里面的 小队 有很长的时间 周棚也没上 而且现在是主教练被罚出去的情况下 场上如果有一名老将在的话 那稳定军心 是 现在两队犯规数加在一块 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有64次的 今天裁判吹到嘴巴都算了 赵瑞自己来了 刘泽一 赵瑞给他左路一去 他这个左手换手上篮内下真是很稳 而且他的减重之后感觉赵瑞更加轻盈一些 其实你看他打后卫就算他减重了以后 他在后卫线上他的对抗力量跟体重还是占优势 但他灵活性更好 是 是 好的 一发中 两发一中 两发一中 现在回到了四分 还是蓝陀阁来十球 但蓝陀阁 最近这一段时间和队友的融合四分又有一点点问题 他一定要能够跟队友联系 嗯 那这样让无前来出已经很难了 墙头给谁 给谁 给了刘泽一 给刘泽一 刘泽一 刘泽一就是在手部上 刘泽姆斯这下 拿起来 再来看一下这球张浩防得非常好 这就是张浩他的作用 他有高度 但是他灵活性好 这些球位置来讲 威姆斯是比较有力的 那刘泽义是跳起来 他等于说侵占了他的原住体 他还要去抢那球 打球要增进一几 是 但是呢 两个人的怎么说体格来说 威姆斯更壮一些 所以 因为威姆斯的位置比较有力 而且这个无球状态下犯规 又被罚球 这张队在第四节比赛 让他犯规数更多 刘泽义武范 本来他犯规数其实还不多 但是最近长得比较快 是 第二拔住 快点拉开 还是要明确打法 高位挡拆 没有下顺 吴组晃 徐组晃 又一波 其实应该说这球 刘泽应该下顺朱细航高低位 但是呢 朱细航这球投得更狗段 赵锐 承起来 这球打的不是可能 是 这球打有点急 对吧 赵锐其实不需要那么着急的 他想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因为现在呢 一个呢 是泽江队的犯规次数多了 嗯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球员本身个人的犯规 在场上这些球员 觉得我只要打一次犯规他就完蛋了 嗯 所以赵锐看到有点急 我看到机会要进去 没错 结果其实这个机会还不成熟 可能还是要耐心一些 耐心一些 而且你借着五次犯规 是有除了让他罚下 更多可以利用的点子 那这样一来 给赵锐自己也弄了五万 哎呀 果然尝试 蓝摆着一下 还是温宁斯拿到 会球吗 我直接上 嗯 自己来了 张浩呢 稍微给 破开了一下这个道路之后 他等于说是延误了一下 他还能抹着防守 是 那这个空间一出来 魏募斯肯定自己上 嗯 直接起步了 朱熙杨 再来 朱熙杨两个三分 连续是八分还是九分 那打球近没近有棒了 哇 朱熙杨现在这是续命啊 这三分球 2加1加两个三分 眼看着分数拉开 这三分 真的是 价值连城的三分 还是拨了出来 再看继续 又死球 嗯 哎 连续假动作之后 要自己来呢 拿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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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 刚才 刚才 哇哇哇 没形成征球 而且徐杰最后拿到 哎呀 这两个球就进来 反而出门了 所以有的球呢 你救回来的 实际选择是一个 比较值得恰当和思考 这个 其实呢 怎么说呢 嗯 这种旧球 肯定你要去争取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NBA的名帅拉利布朗 嗯 他有一个team move 就是我的球队的 我的球队啊 他教的球队的一个 一个规则 规则 嗯 这种球不救 嗯 一救进来的话 我不救的话 我可以防守 因为他是比较老派的教育 我不救 这种球都不救 对 都不救 但是他就是规定不救 他宁可说我防守 至少比较命令 没有超过50% 我们都要把他拿起 如果救进来的话 不救在自己人手里的话 直接 对 对 对防百分之百 都没有了 啊 把小猪那点对上啊 啊 吴钱那点防得不错 啊 还是啊 继续主要防吴钱那一点 啊 把小猪那一点对上啊 那个 回来 有反击 有反击 好 来 王主导的这个部署 很有针对性 针对两个点 当然主要还是防五千 第二个 朱续航这点要顶出去 因为连续两个三分了 这个进攻的时候呢 有快攻打 没快攻别急 打成功了 因为现在呢 打到这个份上 其实就是看关键球处理 谁就能够打下去 立航现在十七 两分球 四投四中 三分五投三中 现在停局了 这个比赛太嚣张了 好呀 来到之后呢 时间 这抛头没形成啊 太难了 他本来可以一个很简单投篮动作 是 反而自己增加了难度 想复杂了 这次的两个人扑出来 蓝球没人抢 不要急 不要急 看一下 打什么 五千锦球 这次 都祸掉了 因为他从两个人关门在门口里边看到了这个机会 是 球往前放 穿出去了 有点人球分过的意思 就像穿天猴一样 直接过去了 当然也得于目前全能的竞争方式 咱们看看马上能不能回应 一打一一一一 都拉开 一打一一 直接突进来 大家都被马上怎么说忌惮到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提前做东西 确实 四边队他也不敢过来过前方 对 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打开 五千锦一对一 打开 打开 还是钟小航的位置 这边能延续 打开 打开 但是拉到底角 群杰埋伏在底角尝试 这个机会非常好 处理也没有问题 还是五千 难度好大 都想打几立足卫伟 是 马上 这时候呢 四打一 再分出来 太聪明了 他要很稳当当的把这两分拿倒 但是那个贾路过也骗到对手 对 但如果你如果不去的话 他就直接上 你去的话 来一下三号别人防守 这次万贵了 换球 再看一下吧 你看没有一个人过来感谢 是 就大家 你看我我看你 算了 这个只能够六千一躲开 不断开就可能是二加一 而且他五分 对 五分他不敢动 而且你看马上他那下的起跳那下的速率非常快 是 之前动手好像慢慢游游慢慢游 他噔那下特别快 对 就像这个蛇在捕获猎物的时候 差那下特别快 你只能用慢动作来看出这个速率的变化 之前那个灌篮也是 蓝拖子 这个看你的抗压力 你两分我两分 是 这比赛实在是太急了 走开 走开 要拉开了 还是给他一对一 看看要不要先防 统队起 三分尝试再重 这是巨星球 这就是巨星球 看看浙江队也有没有巨星球的回应 巨星球看无钱 还是可以稍稍看看其他点 犯规了 犯规 犯规要罚球了 现在广东队马上在打的时候 其他球员要准备好看自己的空间 随时 随时要准备好 打了几个以后 浙江队对他防守策略肯定会有变化 前面都一对一防不了 那我可能要包架 我可能更快地来协防 那其他球员一定要准备好接球 而这个时间我们看大家 尤其是广东队这天大盘被轮换 浙江队换人我们没看到了 在这儿的镜头 赵锐 对 广东是赵锐先生 苏伟上来拼篮板 对吧 保护篮板 赵锐上来拼防守 那现在 注意力极重一点 人家服了 人家过来挡一下人都跑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如果陆文博在这儿防 如果陆文博在这儿防 这儿有胡明轩 这是我看 还有勇哥 防守两平主要 这就是我 哪瓶更独 好像都挺独的 都挺独的 有些时候因为球员能力强 你真的不太好看的 怎么办呢 外面一个三分四的手 里边一个篮底下绝对有实力的球员 你到底是防哪边 谁 好 暂停回来 再来看看1分44秒的时间 先给了吴拳 这球造犯规 给了前掌 是赖俊豪碰到了 好像是 还怕离得这么近 通常说他投篮的时候 他有被来干扰 他说犯规了 对 这是首先犯规的疑问 进攻球员来了 防守两本就靠速 进攻 多人往拉开空间的 有三分的 是 就是说你包夹马上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他的三分 还是给布鲁克斯 还是习惯给大家拉开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包夹呢 以及包不包夹呢 包成包夹 掩护之后打掩护 是 其他人呢 赵锐的位置 直接尝试远投 赵锐在今天 这球就是其他人在拿 提上 两个人就连线了 差了一点 篮板球没有拿到 所以这一下浙江队被动了 6分里面 现在根本不用着急了 是 现在可以打一个成功率 或者是我尽可能消波时间 对 因为两波进攻拳 而甚至是两波三分的进攻拳 是 优势很大 这一下打进广东队 将无限节省于胜利 再分出来 多人望给点 来了 三分球 这一下就定地锤地银 差不多了 浙江队很难了 很难了 球分太难了 是 抢三分 首先 抢了一个 但时间 现在最重要的时间 广东压下来 不失误 董林轩 断球出界了 应该是 还是犯规 找到举手是吹犯规 看一下赵瑞这球上来的及时 而且投的也坚决 今天赵瑞远投次数不多 这个球上来接球 那就是要投的 也没时间再转移 是 布鲁克斯又是一个三球 而且多人望 这个应该讲 广东队在关键时刻 这个换人换队 我都说了 换杜伦湾上来干嘛 你要注意他的三分 因为你包加布鲁克斯 你的三分怎么办 果然出击为一个三分 没错 对吧 这个调度就是非常有针对性 我这是进攻阵容 我还是强调 CBA比赛这种进攻防守阵容 出现的其实频率不太大 不太大 因为你必须要逼到这个分上 就每个细节都必须抠得非常紧 也就是那一分两分两分三分的球 而且咱们的比赛 就是跟咱们最相近的欧洲 欧冠的比赛 他们是十分钟一节 可能时间紧的时候 大家会这么大的应用 赶紧抢分 要抢分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篮伯格 还是乌钱 这球难了 但是 篮板 还有机会吗 这个没机会 这个 可以布鲁也不用犯规 因为没有时间可以追合 这样一来 大家也都接受这个结果了 可以说关键的那几下 也是直接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两队也是到了差不多最后 时刻分出了比赛的胜负 今天绝对的一场精彩的比赛 让我们再次见证的好 一场好比赛 没错 这比赛 我觉得再讲两个加速都没问题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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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